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中国的政治是典型的黑箱操作 至于有些传言不是说空穴来风 很多是主动爆料给海外媒体 所以很多的消息都后来事实所证明 所以我们看到中共的权斗还是非常厉害 虽然对于老百姓或者反抗者来说 他们都是齐心的 他们要捍卫他们自己的所谓红色江山 但是在自己的权斗上 他们有的时候也是可以做到狠狠 可以把对方置于死地 所以现在十九大召开在即 在这之前就是这种白热化的搏斗 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究竟鹿死谁手 究竟还有哪些高层人物敏感人物被牵连 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想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无论他们怎么内斗 我们不能指望这个中共完全是被他们内斗 来斗垮 这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恶人 有足够多的资源来延续这种恶的统治 所以我们可能说最好的结果就是 利用他的这个内斗的某一种这个时机 能够让更多的人觉醒 能够就是把公民这个抗争的向前推进一步 甚至在必要的时候 能够触发这种根本性的这种变革 这种根本性的变革是可遇不可求的 当然大家要持续的长期的努力 所以讲到这个肖建华案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就说有人说是因为 要跟江曾集团斗 其实江曾集团到底还有没有那么大的实力 江肯定已经是青江就木了 那个曾庆红他的影响力 他的那个这种博弈的能力恐怕也很有限 那究竟是在跟什么人斗呢 那有人说可能将来都没有一个所谓大的政治派别 他只是说如果没有得到习近平的赏识 那么剩下的人呢他们就会形成一个自动的自己的结盟 这种结盟以后呢他们希望引起上面的重视 如果不重视的话他们也要捣乱 就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力量 一己的力量 还有人说呢王岐山现在是功高盖主 王岐山的这种实际的掌控力有可能不在习近平之下 所以习近平本人其实也很害怕这一点 有过去有一个说法就如果习近平真的不行了 或者遭到了这个大家的一致反对的时候 那最有可能替代他的是习近平 那么不可能是李克强 原因在于李克强是一个比较弱的 连总理的这个权位都是一再被人侵占 他没有能力保卫自己 所以呢这个王岐山呢将来在中央这个格局里边是很有看点 他能不能这个长期保持跟习近平的这种蜜月 这个我们觉得在政治上的蜜月来讲的话是很难 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些蛛丝马迹了 包括胡舒立跟郭文贵的这种这种隔空喊战 这里边到底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很微妙的 有可能没有公开的来撕裂 但是互相之间施压倒是有可能 所以中共的这个权斗啊非常的有意思 如果从这个文学性和观赏性来讲的话 足以拍摄好莱坞大片 但是可惜好莱坞对中共的这套东西是不感兴趣的 如果中国人自己来拍 那这个我相信将来是有很丰富的题材 将来有一天十几亿中国人可以看不进中国自己的当代宫廷斗争的联系剧 是一级一级的放不完的 我觉得说的非常有意思 的确在美国有紫牌屋有很多电视剧 其实中国的宫廷内斗剧啊 这个是精彩封城 你比如说打黑英雄王立军 那谁知道他会 跑到这个成都领事美国领事馆呢 你都无法想象他的这种 他这种高的创意 我们的想象不到 对中国的现实超过了这种小说家的这种虚构能力 大家能够想一想这个王立军竟然跟这个 古开来有一腿啊 这已经不是说传言了 是他们当事人都可以公开的来确认的 另外呢你想想 瑞成刚竟然是古丽萍的这种面首啊 不光是古丽萍一个人 是二十多个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这个面首 而由此定他说他是间谍掌握了国家机密 我想其中的所谓的国家机密 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跟这些高官夫人上床 而获得了一些一般的官员都没办法获得的隐秘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猜测瑞成刚即使判了六年徒刑 在狱中也可能是凶多吉少 所以中共的内斗不断 但是呢我想我跟夏教授有个共同的想法 我们并不希望说大家是一个围观者 我们去看他们热闹 反正狗咬狗请他们去斗 其实他们的争斗涉及到会耽误我们这个民族 会毒化我们这个民族 会丧失我们民族的发展机会 所以每一个中国人其实你真正是一个爱国者 你就应该发出你的声音 而不是保持沉默 非常感谢夏教授 我们今天接受我们这么 我感觉到你做的非常精彩 谢谢主持人 非常感谢 并且希望跟你以后有更多的合作 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今天的博文交点就要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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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